這幾年來政府推行輪行社区 也就是豐災社区新紀二重臨 隨豐区沒有甘培率也會進出認真輪行社区 要請到豐災的工師來到社区為民眾來收客 請做新區別人加強豐災準備又應付出席 這幾年來政府推行輪行社区 也就是豐災社区新紀二重臨 隨豐区沒有甘培率來進出認真輪行社区 這幾年有專業的豐災工師來到社区為民眾來收客 這裡也發現防災事 令人家學家裡有成長的豐災醫學和地學醫院 一直做合作工作為完結 請做新區別人加強豐災準備又應付出席 已經就在海村寫的人 我們柯博士來講授任性社區的一個課程 那任性社區其實在豐災裡面其實是比較新的 那這邊其實甘平里長許平仁里長 他其實在在防救這方面有所琢磨 那目前是擔任我們義交的副分隊長 那他在在防救的策略上面來推動這一個任性社區 輪行社區強調的時間方向強順 災害的方向不能完全拼命 社區以往可能是有在災害的創券 不過就由輪行社區對方可以降低災害的創券 便當快速為創券當中來學完 基本上任性社區就是防災社區的升級版 然後會讓大家來上這個課 是因為讓大家知道說防災的重要性 然後重點是因為我們災害什麼時候會來就是不知道 然後讓大家多有這一點點的概念的話 會讓他們自己生活在我們社區更安全 那未來在災害發生的時候 其實任性社區它可以發揮一個很大的功能 就是當這個社區受到災害的衝擊的時候 它可以很快的去做一個復原 讓整個社會的安全做得更完善 隨航空輔助楊舍明說 輪行社區的對方已經行為出色 透過153幾位安排工做基地 本工學造強特改善基制 並高下水流點和資料汇徑 讓輪行社區可以進行完善的系統集合 是受降級災害的風險 就像社區基民造一企業的補助 讓你驚討的概念 提醒社區的耐栽的能力 記者全裕為西洪博德